来 各位观众 我们来观战一把目前S1的鱼女啊 这个应该是秦子吧 看一下啊 刘差先知囚图加前锋 诶 这套阵容鱼女 呃 还不错 因为这套阵容里面的这些角色都好抓 然后他们都没有什么太强的位移能力 鱼女的话 这边包一个圈什么的 开局还是挺舒服的 这边收场好的 包的很大一个圈 这个先知随便你玩 随你绕 这个圈太大了 这个圈大家可以看到就 基本上这先知呆在里面 根本冲不去 他只能强行冲 强行冲的话可能就要吃一刀 这边再丢一个叉 拉近距离以后先知就要顶了 他这边的话可以把这个交互点包住以后收叉 这边先知要往前冲 叉一收 没包到 打一刀倒地 这里好像还顺势把囚图的密码机也给包了 还好 没包到 那还行吧 这样的话可以去干扰囚图啊 这边的话 我觉得丢个叉过去把囚图的机子给封了 直接一个远程收叉的机子一封 囚图机子被干扰到了 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囚图 囚图这边只能换一台机子修了 前锋的话应该是看见了 看见了前锋 这边丢叉 有冲刺 看能不能冲一下 包小圈 冲 冲到了一下 撞晕 但是前锋这边的水汽很多啊 八十几 先知这边顶鸟 骗 想骗鸟 没能骗出来 诶 这把秦子匠他是带了一个传送啊 他以前都是带闪现偏多的 这把带了一个传送 传送是什么天赋啊 张狂 张狂鱼女啊 刚没注意啊 前锋这边想保吗 我觉得不太好保啊 这先知撑不住了 这先知撑不住了 这边的水汽太多了 不过吸出了一只鸟 这边前锋刚好撞过球 所以说他的球在CD 要救的话 直接撞救 先知顶鸟开车行不行我觉得 如果是开黑的话可以交流打这样一波配合 要不然前锋再来就 反而会吃更多的伤害 这边油拆被一插着插中这个机子 最尴尬 继续水汽 看这波防守啊 看这波防守 没能冲到 前锋的走位还是蛮棒的 打一刀 打二阶 先知顶鸟上车吧 我觉得 开车走了 先知有一只鸟 但是这只鸟面对这个鱼女的话 不是特别的来得及用啊 人家一个收叉 这边你要顶上 那我大不了再包一圈了 这边贴着 直接一刀打掉鸟 然后伤害爆 把这先知带走了 因为他这边的话二阶了以后水汽太严重 我觉得他直接 就是顶鸟开车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这边再来追一波前锋 前锋这边的话可能要吃一刀的 一刀 没打中 可以 差一台机子 差一台机子 还行 球者这边的话 其实这个前锋保还是保得挺好的 而且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个前锋他用球 很省 这前锋对吧 打了这么久了 他还有三分之一的球 两边再修 这两边再修 这边直接一个大包 把这个机子给全包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包 这个包包完以后 这个油菜怎么走都不知道 他随便怎么走 随便你怎么走 反正就得这个大包包得真舒服啊 再一个包 好像这波包包不到了 油菜已经横着出来了 要看追一刀 这刀追倒 前锋教自己的 保前锋 前锋来保 然后这边的话机子点亮 可以 但前锋自己不能挡 90几 哇 拉球走 拉球走 追前锋了 这边的话 追前锋 因为前锋是叫自己的 油菜 油菜那边点门 这里 不敢点吧 我觉得油菜不太敢点门 这个点门 这边刚好前锋还带过去了 偏一个多抓了 偏一个多抓 开波车看看来不来得及吧 直接收叉 跟车 前锋是叫自己的 三抓 这鱼女打的真好 这鱼女打的真好 不过真狂鱼女我倒是第一次见 近年 看起来 到时 专门的脚 业